凤林镇的跨年夜是充满了感恩与感谢 因为今年的跨年夜是镇长萧文龙他任内的最后一次举办 在跨年活动当中他也播化了明年会进行的许多建设 也感谢凤林镇名给团队青年多的协助和指导 也播化出凤林镇文化观光建设未来蓝图 2021年在这充满着疫情的影响的生活当中 更多民众期待明年各项发展上能够摆脱疫情的困境 凤林镇公所在2021年的快年晚会上 镇长萧文龙就指出 在他七年的任内感谢镇名给予他的支持以及协助 更感谢团队的付出才能够让凤林镇有如此的改变 让我在这七年来稍微有一点成就 我相信我在凤林镇奠定下好的基础 往后的镇长更能更上一层楼 我希望我们下一任的镇长能做得比我更好 未来可以模糊我们凤林镇 我想这是我最大的信念 剩下还有一年不到的时间 我跟大家保证 我还是会本着过去一样的精神 好好的来努力 来为大家服务 我想 有那么多的人支持我 我不做也不行 那要休息 退下来以后天天都有时间 所以在这个不到一年时间 我应该要更努力 那我想在这个执政来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团队 我们凤林镇公所所有的团队跟着我努力辛苦 来打拼 从来无怨无悔 所以说我很感谢 希望各位我们正名 我们的乡亲们 给我的团队大家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虽然没有明星的光环加持 在凤林镇各社团的表演当中 可以充分感受到凤林镇的活力文化 以及蕴含客家精神的底蕴 代表会主席林建平也期许在新的一年 能够为凤林镇争取更多的社会福利 以及基础建设 创造更美好的凤林 今天凤林镇呈现出 不同于其他13乡镇 所展现出来的团结力量 让我们凤林镇所有的建设 超越了其他乡镇 这份的光荣 属于我们凤林镇 百姓善良民风 温暖大方的 能够一直在默默的支持 我们台上所有的服务工部门的人 那份的心意啊 我们给大家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 由于110年是凤林镇长小文龙的最后一年任期 在活动的最后 乡亲也送上一束鲜花 感谢他这七年来对于凤林镇的改造 多项基础建设 更是其他乡镇中的翘楚 最后在凤林镇名代表会 及各里里长 公所团队与凤隆地区农会等 四生的陪伴之下 倒数计时迎接2022年的到来 记者凌杰 方林镇采访过到